Come on A6 你是 如果你的 風險就又增加變7.2倍 如果你的 有21個以上的信派 你的風險又變得太10倍 不容易有症狀 男生要採病毒很慘 他用個像鋼刷一樣 刷 刷小弟弟的頭 刷下一些皮屑 才能化驗出來 子宮頸癌疫苗 目前台灣的適應症 是放在9到26歲的女性 9到26 9到26 9到26歲 那我們過了就不用了 男生也可以 你是說男生可以打子宮頸癌 那姐妹們晚上歡迎 請收看我們的姐妹高興話 今天我們要來關心女人的 這個生殖系統當中的一部分 那麼其實之前我們討論過 蠻多不同的細節 那麼今天要聊的是 子宮頸的問題 那這個子宮頸的問題 其實我也是 今天拿到腳本之後 才發現說 原來女人如果子宮頸 有一些病變的話 我們看一下這個報告 很嚴重 他說如果你嫁給一個 離過婚的男人 然後她的前妻是 有罹患子宮頸癌的話 你得到這個子宮頸癌的機會 會升高一倍 那另外還有一個數據是說 這是一個西班牙 大規模的研究指出 如果你本身只有過 一個性伴侶的婦女 如果你的丈夫 你自己有一個而已 丈夫是有2到5個性伴侶 那你罹患子宮頸癌的機率 是一般婦女的1.5倍 那你知道男人 很少只有2到5個 如果你的男人 有6到10個性伴侶 曾經喔 那你的風險就是2倍了 那如果你的男人 是11到20個性伴侶 風險就又增加變7.2倍 如果你的男人 有21個以上的性伴侶 你的風險又變成快10倍 9.8倍 所以在這裡 我們馬上就要來問一下 Jason到底有幾個呢 好慘喔 男生來賓 哇賽這樣子 而且他說是曾經喔 不是去年喔 趕快把我抓去關起來了 這樣聽會不會有點害怕 擔心老婆健康 我相信我老婆是健康 這個問題好有陷阱 什麼 我相信我老婆是很健康的 因為我們都有定期去做那個 做檢查 做檢查 所以不見 就是說照比例講是這樣子 那不見得每一個都是 真的嗎 然後我們要聽聽醫生的說法 陳醫師真的嗎 這個這樣子的一個統計 的確 我要回家拷問我老公了 環走給我必留下痕跡 如果照這樣講 只要伴侶多一點 好像會變成大毒窟的感覺 會不會啊 但是我必須要講 就是安全性行為還是重要的 那因為在男女這個活動的這個過程當中 我必須要講 子宮頸或者是陰道裡面 都是容易藏污納垢的地方 那今天其實非常感謝貴節目 讓我一場所願 因為其實今天這個題目 是我拜託節目一定要做一集 專於子宮頸 我講那麼多節目 我很少專門來講子宮頸 子宮頸 大家來看這個位置 其實這就是子宮頸 子宮頸我要先講 他有一些功能的 其實他是 讓東西不要隨便進來 他也是內政部長 因為他讓以後懷孕不能隨便掉下來 更重要的是 他很可能還是跟一些性高潮有點關係 所以他也屬於娛樂廳的廳長 在這麼多的功能當中 其實尤其在子宮頸的外景的地方 他本來是要保護 讓一些東西不要進去的 可是如果他受傷了一些病毒或者細菌 可能就感染到這個地方 那還有一個喔 是誰害他感染了 其實是一個 誰把這個東西帶進去 所以為什麼在子宮頸 我們常常討論到後來 女權主義會罵的都是我們男生害的 那如果他存在這邊 下一個男人進來 又順便把他帶出去了 所以這個彼此是互相會 會相依相存 是 翠芬是真的有這樣的一個例子喔 真的啊 我覺得其實男人喔 你真的要富很大的成人 其實最活生生的例子喔 舉一個大家都很知道的名人 就是阿根廷的國母 叫艾維塔 他有一個很有名的 就是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瑪丹娜都演過他的 還有唱過他的歌 可是這個艾維塔 他就是一個很知名的演員嘛 那時候嫁給他的先生 貝隆總統 然後他的這一個總統喔 這個他的太太前妻 就是子宮頸癌過世 然後他就娶了這一個艾維塔 然後艾維塔很有魅力啊 然後替他爭取那個整個政治生涯 那個聲望非常的高 可是後來艾維塔自己也得了子宮頸癌 而且發現的時候 整個陰道是血流如柱 發現的時候已經是三期末 然後死的時候才33歲 所以真的這樣講 所以因為我們講的癌症 感覺是比如說重作息 或壓力或飲食等等喔 不覺得它是個傳染病嗎 因為癌症應該是不會傳染的啊 那怎麼會造成子宮頸癌症 是可以這樣傳來傳去的啊 所以子宮頸癌是一個很特別的癌症 那我再講一下 其實在2008年的諾貝爾醫學獎 那一年的醫學獎頒給發現 人類乳突流病毒 我英文簡稱叫HPV 就是這個病毒 它跟子宮頸癌有相關性 其實它在阿根廷國母那個年代 比較沒辦法 根本沒有去做檢查 因為那時候還沒有一個想法 知道病毒會導致癌症 就像剛剛陶子講的 可是在1980年代 它提出一個理論 而且從動物實驗發現 這個病毒如果感染了 有些人經過時間的侵襲 經過時間的成長 他真的會變成癌症 所以從那時候才開發出來 既然跟病毒有關 我們開發個疫苗來改善它 可以產生免疫能力 那的確在癌症裡面 跟病毒有關係的 其實不是只有子宮頸 它有一個很有名的B型肝炎 B型肝炎 B肝也是一個 可以傳染的 對 還有這個人類乳突流病毒 其實在一些研究也認為 甚至於跟鼻咽相關癌症 肺癌也有關係 只是那個比例很少 你們很少聽到而已 所以其實那 男生為什麼自己不會有癌呢 如果他去 對不起 他如果去 接觸到那個有子宮頸癌 然後又去接觸另外一個 反而是這兩個女生得 那他自己的 頭不會得嗎 我了解 這個很適合來念醫學系 我知道大家都覺得人要公平嘛 為什麼犯罪的人不會得到罪惡呢 對啊 這個還好 來 我每次在講這個疾病 我都很尷尬 其實我們相信絕大多數的男生 都是節身自愛的 但是男女 是說節省嗎 節省也來 浪子回頭筋不換 現在開始也還來得及 那其實這個 跟很多癌症都有關係 當然最有名就是 女性的子宮頸癌 你剛剛提到了 只要跟他有接觸 容易讓他著床產生影響的 你剛剛提到的這個 男性的這個 會因為這個乳突 HPV病毒 所以得到陰莖癌 對 那男生比較會得的 因為這幾個器官不在他那邊 其實男生包含 口腔 口菸就是比較深一點咽喉的地方 男性的性器官 還有一個男性的肛門癌 肛門癌 不要跟大腸癌搞混了 他比較外面一點點 那請問一下 男性為什麼會得肛門癌呢 對 可能是比較一些 因為已經告訴了我們一切 就是不小心接觸到了 是 所以對不起我問一個問題 這個就是如果他 這個男性的弟弟去接觸到一個 有子宮頸癌的這個HPV病毒 對不起喔 然後如果是讓下一個女生 用嘴巴替他服務 那這個女生就會得口菸 對啊沒錯 現在好多啊 比例還挺高的 我想我可能造成一點誤會 對其實這個病毒喔 它一定是清洗到黏膜類 都是長在黏膜 對 你看沒有人長在嘴唇 沒有長在臉上 所以都是乳突病 都是黏膜類的地方 它才會產生 他剛剛有講一個陰莖癌 可是是他要有受傷 才會有那個癌症嗎 那如果說他清洗乾淨呢 對 這個就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這個如 這個病毒要感染有個重點 你要有病毒的存在 第二個要有適當的傷口 讓它可以進去 比如說你健康的子宮頸 這個子宮頸皮是很完整的 其實這個病毒在上面也是 咕嚕咕嚕就滑掉了 它也不會著床進去 然後還有一個 你局部免疫力 必須要變差 不是所有感冒 都會變成SARS那麼嚴重 病毒感染也是 我們舉人類乳突流病毒 這樣的一個代言者 假設 喔不是指你喔 就是假設一個男的 假設一個男的 他剛好有代言 但是男生 我跟你講 男生很幸運 代言沒症狀 不容易有症狀 怎麼才會知道他有代言 對啊 像一般的 臨病 尿尿會痛啊 或什麼 你馬上限四報你就知道 男生不太有症狀 少數會長菜花 好 那他在帶來的時候 如果再進到這邊的時候 他 在90%以上 其實都會感染到 因為他傳染率很高 可是到這邊 會不會活下來 那就是一回事了 所以有一個統計啊 大概在35歲以上 以前 年輕族群 在台灣的統計 大概四個就有一個女性 他可能在裡面 就裁得到病毒 這不代表四個就有一個 你會變子宮進癌 喔 但是我想再問細一點 就是說 剛剛我們宣布了一個 這個所謂西班牙的這個統計嘛 那比如說這個男人 他之前教過數十個女性 那他跟最後一個 要怎麼講 比如說 第十八個好了 第十八個有那個HPV這樣 那 那 假設他的老婆是第二十個 這個到底會帶多久 還是說他洗掉就沒有了 二十個就沒事了嗎 我的意思是說 他是曾經接觸過 就會傳給 下一個任何遺任嗎 我問得很好 可不可以幫我帶那一張圖表 我有一個圖表就是 這個病毒跟這個 上皮細胞的一些反應 大家如果可以看得到這個圖 一個病毒進去 你看到他有個裂縫 如果你今天 最左邊那個藍色的是病毒 他到子宮頸 那個皮就是子宮頸的皮 如果正常皮 他就滑過去進不去 可是如果剛好傷頭有 他就會進去 進去以後 其實他不是馬 每個都會生病 他可能會被排出來 你剛剛問到就是說 如果他有多久可能會好 如果沒生病的話 如果沒生病的話 我們也沒有研究報告 明確的答案 但是我們目前學界 是認為十二個月 如果你進去 對 到下一次檢查 超過十二個月還在 他就不會自己好了 十二個月還在 就進到中間那個圖囉 大家可以看到 叫做有病變這個圖了 中間 中間 腫起來 腫起來 細胞變大了 因為這個病毒的DNA 應該就牽合到 這個子宮上皮細胞裡面去 但在這個階段 大家也不用太擔心 因為他也不會一天兩天 就變成癌症 他很像 小學中學高中 因為他有輕度的病變到 中度病變到 嚴重的重度病變 再到癌症 這過程滿漫長的 會有一些徵兆的 會有一些漫長 但我的意思是說 假設這個男人 他曾經接觸過有 這個病毒的女生 然後他要傳給 像一個的中間 如果他很注重清潔的話 那個病毒還是會在嗎 對 然後我回答兩個問題 第一個 洗刷刷洗刷刷 可不可以把男生的 這個在體上面的病毒刷乾淨 不容易 如果他陷進去是不容易 第二個 拿熱水或醋 泡小蘇打粉 小蘇打粉 要診斷男生 有沒有病毒 女生要診斷有沒有病毒 很容易 就像採抹片一樣 進去 進去我們採一個檢體 裡面就有病毒的殘疾 我們就可以殘得到 男生要採病毒很慘 當然我不鼓勵這樣子去做 每個人 都要求欣賞你去做 他用一個像鋼刷一樣 刷 刷小弟弟的頭 刷這些皮屑 才能化驗出來 一定要做才人 一定要鋼刷 你是說像那個插花的健衫嗎 他會有客製的 你不能拿家裡的插花 在家裡自我採症 然後老公就 我覺得他今天回去會被寵命要求 我不要回家了啦 聽起來好恐怖喔 刷下來的皮屑然後去驗 對 所以你就知道 男生要採檢比較不容易 因為他藏得比較深處 那第二個 所以你怎麼清洗 如果他已經好就會好 不會好 他就是一個代表 那跟這個男的抵抗力有關係嗎 他身體的 如果身體條件很好 病毒這一方面 會不會不容易 因為在表皮比較特別 對 表皮的皮屑的拖 我們其實表皮喔 男生龜頭的部分 其實他很多層 他也是細胞會慢慢代謝 可是問題是說 他很可能 永遠都藏在最深的地方 你跑不掉 然後在可能他 性行為的過程中 被推擠出來 對 所以 所以以前有一個疾病 傷寒嘛 有一個我們都知道 傳染病很有名的 他叫傷寒瑪莉 不知道以後會不會有 HQV傑森還是什麼 對 可能啦 但是現在沒有這個研究 對 所以其實 叫傑森人這麼多 我幹嘛推他為什麼 你不是講我媽 小鐘也叫傑森 也叫傑森 不過剛剛其實講到說 你剛剛有提到的是菜花 它是其中的一個發病的 對 我想這個病毒它的感染 有很多種感染的結果 一個感染以後 不是直長子宮頸癌 大家已經知道了 有這麼多種的癌可以長 重點在於它長在哪裡